去年2022 台湾国际蓝展取得外销订单创新高达118亿元的傲人成绩 可说是蓝花让国际多认识台湾一项产业实力 今年蓝展也即将举行 台南市长黄伟哲和农委会农粮术已创新理念 透过蓝花与艺术相遇激荡 期盼蓝展能与文创产业和艺术家有美好邂逅与化学反应 全世界的蓝花三分之一在台湾 台湾的蓝花二分之一在台南 所以台南对于蓝花 蓝花至于台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 我们在去年的蓝花的外销已经突破了 已经达到了疫情前的水准 甚至已经突破了 所以我们今年希望能够更好 尤其今年第一次由农委会农粮署来主办 我相信在国际性以及在艺术性还有在整体的考量上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发现一个琥珀色的这个里面封着蜜蜂 那个是六千五百万年前 我们分析的结果是当时已经有蜜蜂 那恐龙也在那个时候存在 同时恐龙跟蓝花跟蜜蜂刚好三者可以变成一个生态 因此我们就藉由来探讨蓝花的过去还有未来来作为今年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选择在今年在台北101台湾的最高点 看见蓝花的新起点 我们希望藉由这一些蓝花大家来 因为蓝花是台湾人的荣耀 台湾目前的蓝花生产的产值一年是七百 是七十二点七亿 七十二点七亿台并 我们的外销是六十二点一亿 所以百分之八十五卖到全世界 因此办台湾国际蓝产的话 可以吸引很多的这个外国的这些买家到台湾来 那顺便把我们好的产品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很希望在三月四号一直到三月十九号这十六天当中 大家能够到台南的后币来观赏国际蓝展 因为这个台湾的国际蓝展其实是世界三大蓝展之一 那世界三大蓝展包括世界蓝展东京蓝展 那当中最有看的就是我们台湾国际蓝展 我们有五个主题馆 那五个主题馆包括我们的第一个主题馆 第二个就是竞赛馆 第三是这个商务馆 第四是市集馆 第五是花育花卉交易馆 亮点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就是我们把蓝花跟恐龙结合 因此我们做了一个在主题馆做了一个十八米高 十九米长的蓝花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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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之外 还我们另外在更广的这个外面的露天的一个蓝花公园那边 我们又设的一个蓝花蓝的好朋友叫做蛇井龙八米高 所以這個非常適合清楚來瞭解 這是第一個特點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去年 因為烏二戰爭剛開始 那我們為了要支援烏克蘭 所以把我們白色的蘭花 把它噴成烏克蘭的國旗 那今年因為各位知道 在上個禮拜 剛發生了這個大地震 土耳其大地震 所以我們今年又把白色的蘭花 把它噴成土耳其的國旗 希望藉由來支援土耳其 希望他們能夠平安能夠幸福 這是第二個亮點 第三個亮點我們設立的這個親子互動區 親子互動區包括由親子一起來 這個蘭花園區裡面來塑造 這個很多的這些 比如說藝術 藝術方面的這個簡易 那另外就是我們設立的 今年開始的最佳人氣獎 就是由我們觀眾進入到 園區裡面來選出最喜歡的 或者是認為最漂亮的 10株這個蘭花 把它票選出來 票選出來之後啊 我們再統計哪一株 蘭花是最得最佳人氣獎 那之後選出來之後 這個蘭花已經決定了之後 我們再從這些選這一株蘭花的這些觀眾裡面 再去抽出得獎者 用這種方式來帶動消費者跟蘭花 以及主辦單位等等 這些相互互動的一個互動的程度 那同時也希望大家能夠更關心 更理解來更支持國產的蘭花產業 蘭展期間適逢3月14號白色情人節 黃偉哲鼓勵大家可以送白色蘭花 有特別烹製相關元素在蘭花上 增添甜蜜色彩 我們地方和全國民眾也都樂觀其成 也希望說藉著不管是去年的烏克蘭 這個打獎名號 今年的土耳其還有許許多多 在台南來講我們還要主打 因為蘭花的這個國際蘭展是到3月19日 中間跨越了3月14日的這個白色情人節 我們也將跟白色情人節做一個結合 2月14日西洋情人節是送玫瑰的 那3月14日就一定要送蘭花 而且我們也跟業者 生計業者 蘭花生計業者做了非常巧妙的結合 能夠把一些白色情人節的意象 這個噴在這個染在白色的蘭花上面 能夠非常的應景 也歡迎大家能夠來到台灣國際蘭展 一起來欣賞蘭花 蘭展主題館將蘭花與恐龍結合 探索蘭花的起源 還有優質組合盆藝術 千萬朵蘭花珍奇鬥驗 靜態欣賞之餘 還有動態表演 課程講座等 歡迎民眾前往感受台灣蘭花產業美麗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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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南 拜託 fences edy 嬉